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好而且好友钱 从美丽的宝岛 继续的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主播在宝岛开会期间 台币大涨往30块钱跑 差一点要破到30块钱 往29块钱跑 可见得亚洲的货币 如同台币一般 日元南韩的南环 还有其他国家的亚洲货币 都强劲升值 可见得过去几个礼拜 美金非常的疲软 这就是主播继续跟大家来谈谈 有关于川普大涨行情之后的 迷失是为什么 利息涨了之后 美金却是疲软呢 照正常的古典经济 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 你工资上涨 有通胀 所以你要升息 升了息之后 你的货币自然会涨 但是这个国家 为什么升息之后 事实上美金是下滑呢 这是迷失事 主播的观察起码有三点 供做你跟我的参考 第一 美国国内无论是 奥巴马care也好 无论是infrastructure cost也好 处处都需要钱 美国的钱budget从哪里来呢 所以当你的经济实力不够的时候 你加息 你美金霸主的地位就下滑 所以可见得 美国的经济的复苏油 有这么强劲吗 而后川普行情有持续上涨的空间嘛 第二 到涨得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有可能转向买美国债券 所以当美金下滑的期间 大家把钱试出来买美国国债 所以帮派是大涨 那利息反而下滑 因而美金就下跌 第三个原因 主播观察 那就是你跟我在美国的消费动力 一样不够 主播我回到台湾 无论是早餐店 无论是retailers 都处处也看到 台湾的经济 在消费的动力 也是一样处处疲乱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因而让众人看出我们属于上帝儿女的心 美国国家需要合一 处理budget的问题 处理obamacare的问题 因而才能够同心 才能够同力的将经济 继续的往上推高 好转回头 因而能够带动 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希望川普迷失是 为什么利息涨 美金却是下滑 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的经济 还是动力不够 还是在复苏当中 好而欠好友前 在宝岛开会期间 跟大家来报导川普迷失事 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